先問一下昨天那個釣魚台的這個事情 因為侯友宜他有發聲 然後又說國家元首的話不應該會讓有民主才有民海 而且他說在主權的爭議之前 我們有一個之前馬政府跟日本簽訂的台日的漁業協定 應該這個要落實 這是這樣啦 常常對我來講我們是一個很務實的處理問題 故事是這樣 有一次我去宜蘭書奧 跟那個漁民舉辦那個座談會 那當地的漁民就一直在抱怨說 他們到釣魚海地區去補漁 不是被驅趕就是被罰款 所以他們有說 如果你有遇到那個日本的政府高層 要跟他們拜託一下 那我這次來東京訪問 那有一個晚上是跟那個日台交流學會的會長 副會長 會長跟理事長 有晚宴 那我就把這個 這個訊息傳給他們 我說那個有爭議的後面再處理 但是你要先讓漁民先可以去補漁 先解決我們的問題 所以我的故事就這麼簡單 先解決我們目前漁民補漁的問題 至於那個有爭議的問題 你們再慢慢處理 故事就這麼簡單 因為現在在台灣就是先起很大的這個爭議 然後大家都說你好像來這邊 然後你都講一些討好日本的話 第一點喔 對我來講是 先解決老百姓面臨的問題 也就是說先解決民生的問題就優先嘛 那我也知道選舉到一定要這樣 怎麼講 就是穿著互費啦 然後這個小事擴大 這我都理解啦 但是我覺得 就好像嘛 你要講一大堆 那漁民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啊 你說一定要等到那些問題才解決 不知道幾年以後 問你這段時間 那些漁民補漁的問題怎麼解決 所以對我來講 我還是很務實的先解決 老百姓每天遇到的問題 那有爭議了 慢慢再處理就好了 反正也那麼多年了 你會不會解決老百姓問題 是被犧牲主權的狀況 當然那一位記者在問 那你是不是要犧牲主權去犯取這個 那第一點喔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說要犧牲主權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這樣啦 我也知道 反正就是這樣 選舉到了 然後不管他 你要是前後文章讀過去沒有問題 他就解你一段 這個叫做 你說穿著互費 其實也不是穿著互費 這是頓章取義 其實就是信倫製造業嘛 就這樣 因為侯友宜也發聲明說 沒有啊就是這樣嘛 不然你們這麼多年有去解決那個蘇澳漁民的問題 也沒有嘛 那這個時候突然變得 好像國家主權講一大堆 那你平常在幹什麼 那你怎麼會說台灣人不要釣魚胎的土地 然後只要漁業權 我認為這個日本外戶神在問這個問題 我說這樣好了 先解決我的名稱問題 那個有爭議的後面處理 至少因為對我來講 因為我去蘇澳漁港的時候 他們就抱怨盡愛 補儀受到很多限制嘛 被驅趕或是被罰錢 所以說能不能我們先 台灣人民要點先幫我解決 那個有爭議的後面再處理 會不會擔心你這樣子的言論在台灣引發爭議 就是在主權上面 你沒有辦法去表態就是說 釣魚台的主權是台灣的 我的態度是這樣啦 有爭議的後面處理 沒有爭議的先 但是也不要為了說 一直在主權 然後台灣的漁民不能去補 這更嚴重啊 所以我的態度還是這樣啦 先解決現在的問題 以後的問題以後再解決 如果他講的是漁民 漁民當然是一定是要爭漁權啦 但是如果你要選的是這個 國家的這個領導人 國家的元首 你所在乎的就不是只有漁權 包括以前 比如馬英九總統那個時代嘛 念之在之的 身為這個中華民國的這個 總理總總統就領導啦 你是領袖人物 你要對我們的主權 要有一定的這個堅持啊 一定 這是基本的嘛 所以他如果只是 陳述漁民的這個想法沒錯 但是他今天要選的是 中華民國中 所以他也必須把格局 再拉高一點來講說 那站在他的立場 他應該要 他要打算做怎麼樣的主張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國格的表現 像是剛剛有說 談到一些台日之間的一些 戰略畢業或者是一些國防上升級嗎 當然有啊 不過是這樣啦 這個都是內部會議 就不需要跟你們媒體講 那大概就是他們比較重視的是有哪一些方面 那一樣嘛 他們也是 因為台灣你知道嗎 對他們 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為什麼這個會變成標題 因為日本大概97%能源要通過台灣 進邊的海域 我對他們來講 當然他們非常關心台灣的安危嘛 因為這直接影響到日本 那他們有就是說要怎麼加強海域 有沒有就是說在國防飛發要怎麼去合作 或者是近期就是說他們會不會在 台灣真的是發生危機的時候 他們會來支援台灣 所以這樣啦 因為這就涉及國防 就要保持 不啦 至少這個就要保持保持機密了 主席你怎麼看出你昨天講麻生太郎的時候 就在一輩子 他是自民黨 這我講錯 他是自民黨裡面的麻生派 不過他跟安倍一向相當友好 那現在有那個立委就是說 你這個好像就是吃東西就只有沾沾醬油 說你沒有做好功課 這總是講話也沒有辦法百分之百講對嘛 這個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他自民黨裡面的麻生派 不過他跟安倍一向相當友好 主席那昨天侯友宇跟宣明治合體 那林偉舟也說跟郭團隊在情議當中 會不會覺得侯友宇趁你出訪的時候在拉攏郭團隊 這個問題國派 那就應該的啦 每個人都會為他的最大利在努力 所以我就覺得很正常 你怎麼看可萊姻 你再講這個核廢料就是說有要處理 但是現在洪燦看說你只置出一張責任 沒有啦 核廢料該怎麼處理 本來他就是有儲存草 本來就要讓他蓋啊 你不給他蓋他根本就 那些核廢料擺哪裡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倒覺得是這樣 這個真的要辯論的時候到時候再來 真的上次超义的問題 葛萊姻說請你不要再評論他 感覺有點生氣 不是啊 你想想看喔 我就叫他不要氣急敗壞 是你先討論我的 你不要扯我的名字誰理你啊 你覺得你有多重要嗎 那你覺得怎麼看小玉元的分析 說國中黨到現在沒辦法提這個 具有足夠政治 你說誰誰誰誰講 小玉元 小玉元 他是怎樣 他說就是民眾黨到現在還沒有辦法提出 具有足夠實力的區域力參選 那他可能會成為未來選戰畢的名字 他講的就是事實 小玉元是台灣選舉的專家 恐怕比我們自己台灣人還專家 他講的是最對的啊 沒有錯啊 我們本來就 因為目前這種單一選區 就只能選一個候選人 所以這個 對小黨本來就非常不利 昨天中二轟炸機又飛到日本 那會不會建議日本怎麼跟中國處理 會不會跟他們喊兩按一家 我總會去建議日本政府該怎麼處理 這個日本政府面對 就同樣的嘛 就好像我們剛才在裡面討論 其實台灣的問題也要台灣自己解決 我們不要老是每天在幻想說 美軍會來 日本的軍隊會來 我們還是要有自己 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去應付我們的危機 有議員質疑說在你當台北市長任內 把那個教育基金從140億花到現在是12億 那現在講完要推一些教育政策就沒有錢 覺得這是挖東牆、西牆 這個太棒了 這個是這樣啦 錢 這一點我知道 因為我們那個教育基金的確有透支 都是本來比較多 但是因為它還在基金裡面 所以當時教育局在用 我們是 這件事情我們是知曉的 所以 所以這也反映一個事實 就是說我們那個基金都要重整 就是說沒有必要在每個基金裡面放那麼多錢 要變埃兜嗎 所以當時我就主張說 凡是基金裡面存款太多應該要把它用掉 看什麼 駒 平衡